英空军集结战机与日俱增 英媒叫嚣 可在8分钟内发动打击 遭英网友唱衰 不可能打赢 敬请关注 据英媒此前报道称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 印度国防部随即计划 从俄罗斯紧急采购12架苏30MKI 和21架米格29双运行多用途战斗机 据报道 俄罗斯将能够在几个月内交付这些飞机 目前 这两种战斗机构成了印度第四代机队的主体 由250多架苏30MKI 和100多架米格29战斗机服役 还有数价正在订购 印度国防部一再强调 必须实现计划 将空军的战斗机机队 从32个中队扩大到42个 特别是购买米格29 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低成本手段 而当前 印度空军在拉达克就有11个机场 其中包括两个苏30中队 两个米格29中队 一个米格21中队 一个美国美洲豹攻击中队 还有大约5只空中战机中队 中队飞机总架数达到90架 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发生伤亡事件之后 印度开始在拉达克地区 东部部署防空力量 在此期间 印度先后在边境增派了 苏30MKI 米格29 幻影2000 美洲豹攻击机 和阿帕奇等空中军事力量 印军还出动了大量运输机 空运人员和物资 包括美制C17 俄制伊尔76重型运输机 以及安32重型运输机 以及能调运中炮的CH47 这些俄罗斯的 英法的 美国等各种万国造的杂牌机 给了印度人空前的自信吧 日前由印媒网站发文叫嚣称 印度空军可在8分钟内对敌人发动打击 该文章作者是一名报道印度国防安全的记者 名叫曼尼斯·普拉萨德 据答称 印度空军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不仅在拉达克的实际控制线 而且在整个中印边界线 都在密切监视局势 据说连我们空军基地 多少飞机都数出来了 包括我们在拉达克边界附近的三个空军基地 已经在部署了歼8战斗机和轰炸机 另外 我军还在新疆和田建立了战斗基地 该基地大约有35至40架战斗机 其中包括歼11 歼8 还有轰炸机等 他还称 自边界之间的僵局开始以来 印度空军一直在增强起能力 现在 印度空军可以飞向天空 保护印度军队 并在8分钟内对敌人发动打击 接着 针对这位印度记者的豪言壮语 我们注意到并非所有印度人都统一 日前 一些印度网民就表示 真要是打起来了 印度肯定会失去拉达克 班公胡等原本属于我们的领土 他们绝对能打败我们 我们是不可能打赢中国的 他们比我们先进太多了 这样看 边境地区稳定和平 还是符合更多人的希望的 如果印度方面继续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那等来的必然是双输的局面